大家好,我是小晴 那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这场比赛呢 是来自于SMM09胜者组小组赛中的一场比赛 对战双方是e-home对战Poke Idol PI战队 那PI战队也是北美的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啊 可以说这一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好看 不过说起来SMM在这两天的录像中 真的是有非常多比赛事值得做的 好,那现在让我们进入比赛 现在双方是在一个扮人和选人的阶段 首先是由天灾芳心本先选 PI战队首先扮掉了蓝猫和全能骑士和NA 那e-home这边是扮掉了熊猫、蜘蛛和老虎 那可以看出来的是 e-home肯定是已经想好要拿什么阵容了 因为扮掉熊猫和蜘蛛就是自己不想用 但是就会被扮掉 那PI战队这边也是很有真正性的扮全能啊 因为之前e-home在小组赛中用这个修乃的战术 就是全能加I-E-C的战术分别淘汰了 XCN战队 还有那个 那叫什么OPS战队 所以说 这个看出来 PI战队也是之前有看e-home的比赛 所以就是很专心的扮掉了全能 那首先是最后终于扮掉了冰女和黑鲜和NA 那这边天天方首先拿了VS 这一方e-home阵队拿出了闪电幽魂和 额魔无师 拿闪电的话是因为e-home 当然也不止e-home 只不过是e-home比较喜欢使用闪的幽魂 因为我刚才看其他很多路向也是 蛮多比赛选择用闪的 用电魂这样一个英雄的 可以说电魂在现在这个版本下 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在 各大赛事和Pride上面都不多见 但是电魂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英雄 不论是在线上的对抗 还是在中期团战的作用中 而且电魂 如果起装门的话 其实电魂唯一的缺点就是说 他没有一个爆发力嘛 但是配合上这样一个紧甲虫的话 就可以把他的稳定的输出提到很高 就弥补了爆发力的不足 那这边天灾的话是选择了一套 而最后选出派飞熊 那其他英雄是 变埃寺兽王 巫妖和谜团 那这边一方的话是 选择了潮汐和愚人 潮汐愚人的话 那就是最后应该再配上一个比较稳定的carry吧 好 我选择了美丽莎 那现在金蜜蜂的话就是一个很流行的三合阵容 因为最近真的是很流行这样一个打三合的打法 那天灾蜂的话则是有迷团和乌妖和飘飘熊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打团阵的阵容 然后要打四保一 这边的话是 双方五个人全部都聚集到了河道的下福点 看样子在这边是要发生一波的精密结束了 这边是天灾蜂放下了一个眼 这边的话是天灾蜂从后面包抄过来 蛇是想逃过来 但是这个刚好是中了天灾蜂的鬼架 这边的话首先是为我们巫师被秒被拿到FB 这边的话潮汐应该也是要走不了 潮汐 好潮汐先把A死潮汐再见 这边的话又是 看看是好是果然是愚人想背主要愚人再见 这边的话乌妖还剩下 那就是这个蛇 这个蛇就为了探点一下可能是要死在这边啊 克里一个罐子是罐子能救自己吗 VS是还没有锤之边 双方也是没有技能啊 那时候应该是死不了了 那下来的话就是一个0比3的比方 上来的话 天灾蜂是很巧妙的利用了这个阵型啊 从上坡包抄致敏蜂打击敏蜂一个措手不及 上来之后拿到了致敏蜂的三个人头 这样的一来说不论是从世界上还是 从经济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这边的话是下路拍拍熊 VS和瘦王都不走 这样子的话应该是 还有巫妖那应该是用VS游走 巫妖宝拍拍熊这样的一个策略 那中路的话是由瘦王和 金蜜蜂的美肚虾对单 那下路的话是谜团和 GK用呃是呆呆呆呆用的神灵幽魂巨蛋 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可能是不想要 弥团打野而让弥团混线了 因为这边是VS应该是游走宝人 所以说弥团应该是要打线上 其实最开始在弥团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用弥团打野 因为弥团的就是把中力生物主化成小弥团攻击很高 打野的话会很轻松 但是最近又发现弥团的小弥团在线上也是有很好的压制作用 尤其是在捕捕方面 所以最近又开始很流行让弥团打线上 那这边的话是潮汐 潮汐拿到了一个双倍神赋 又走到了上路来帮忙 但看一下能不能拿到弥团的人童呢 弥团应该是危险了 好电魂首先是放出了技能 这边潮汐丢出一堆小浪花 两个人在追着弥团晕 但是弥团是 啊 这一潮汐的双倍都实践了 所以弥团还是 嗯 没有死 那这边的话 因为就是游走到了中度了 可能是要 帮助 瘦王 拿到蛇的人头 因为蛇前期是 即使是有魔法盾 也是非常脆的 你看这568年血 这边的话是用在A每楼下 好一个CC的 这边招出了小猪 两个人在追着A这个蛇 这个蛇看样子会不会被A死呢 还差最后一下 好 再见啊 这边的话是 蜜艾斯拿到了这个 哦 sorry 是瘦拿到这个人头啊 那现在比分是一个4比0的状态啊 对 要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利 这边的话是 嗯 两个人是初级的派白熊 但是派白熊 嗯 前期还是比较耐打的 并且有个踩地 所以不是很容易被人追死 那这边的话 啊 女团果然是召唤出了 小女团来帮助自己补兵啊 啊 不好意思 罗人头 那这边的话 反而是啊 反而是 派白熊和 荔枝又下掉了这一方的愚人 呃 是在VS的帮助下 拿到了愚人人头 因为这边的话是 所有两枚都有眼的是没有看到VS VS可能是从这边绕过来的 所以这个眼是看不到的 所以有者来说 这个眼啊 这个 这个地方的眼是比这个核道眼要 实用一些的 这样子 这样子来看看的话 也是防得住的 好 那蛇的话是用这个 呃 C在帮忙补兵和压人 这一次尤其是在 就是下路对待的时候 E2会收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因为它是 伤害是逐渐递增的嘛 所以如果你要对小兵的话 在弹射到对面两个英雄身上 就会有一个很可观的伤害 并且蛇的弹道也是在 啊 这个版本下被改的比较好一点 不像之前出生那么慢 之前的钱要真的很强 真的是很难补兵 现在的钱要好一点 那这边下路的话 说风虽然有人刚才被杀一次了 但是 呃 在对系方面补兵数上 也并没有这样的什么优势啊 尤其是这个 这个一种觉得烂 真的是非常能补啊 补兵数比鱼人还要多 好了 这边上路的话 又是 好 变魂在 这样是在VS的帮助下 拿到了人头 这个游走的VS 还真是帮助团队 立了很多功劳 那这边的话 又是潮汐显过来帮忙 但是 面对拿到双位的时候 还是果真选择撤退啊 那现在中鲁蛇的发育情况也是 嗯 不是很理想 这边的话又是两个人在追 梅杜莎 一个C 一个斧子 直下A 在A最后一下 好 820再降 这边的话又是 射王拿到了这个人头 这比分是一个7比0的数字啊 以后我们会不会 直接再唱就被压惨呢 但是现在 看一下补兵数的话 补兵数全场最高是 电魂啊 是一个20-5的数字 因为虽然前面 嗯 今天这边被压得很惨 但是电魂的发育还是 可以的 结果被下的 也只能是不必说 还是要要领先